今天体验感太不一样了 是吧 站在那个大楼门口 就有那么一瞬间 我就会觉得好像 感动 代表着一类人梦想成真 然后我看到一个标题写到的是 普通女孩如何变身成为娱乐公司老总 其实实际上今天也是凑巧 今天正好你来采访我 然后正好是我们那个 就大楼的开工仪式 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 花的钱最多的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 被你碰到了 值吗你觉得 稍微的有点心疼吧 就是说有一点点冲动 就是因为那个楼的话 是我那天下飞机之前 别人跟我说的 然后我出餐两天下飞机以后 我就直接从机场去看的 看完以后我就特别喜欢 喜欢的话第二天我就出了报价 真的 就现在想想确实是有点冲动 因为在海外的话 你不管是日韩 还是在欧美 它们基本上都是整东产业 比如说办公室 然后像这种展览厅 然后售卖周边的产品的是一体的 其实我以前在国外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就特别羡慕 你知道吗 我今天其实看到大楼 我在想你就是一个从江西走过来的小女孩 对 我想18岁来北京 因为当时的话 我是本来是保送南昌的大学 当我自己一蓝绝蓝的 我觉得我想跑得更远 然后就来北京求学 之前的话家里条件还蛮好 然后后来就败落了 因为是我爸爸做生意 然后我妈钱被别人骗光了 败落以后 正好我上大学那一年的话 是家里最没钱的时候 所以当时的话 是因为要交学费 我记得好像是一千多还两千多吧 然后就没有钱 然后就借 对 给我直进 那个也是让你的自尊心 其实受到挑战的时候 会 因为就以前的话 就没问别人借过钱 你知道吗 然后都是东拼西凑的 那个人给我几百块钱 这个人给我几百块钱 我忘了我上大学 是一千多还三千多块钱的学费 我不太记得了 后来的话就是说 那个学费应该是没凑足 然后我就是在学校的话 是那个勤工俭学 就问学校贷款 所以我从大一开始的话 我就基本上就在外面勤工俭学了 因为我要自己赚钱 自己去养活自己 你有没有觉得这段人生经历 其实对你后来是有影响的 对 你经历过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状态 对 你经历过其实 什么都没有依靠的那种 特别的恐惧 就那时候的话 因为我知道我父母的话 是我不能再依靠他们了 然后我上大一的时候 我就签了好几千块钱 好几千块 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然后我自己还得坚持读完大学 所以那段时间的话 是压力比较大 但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就是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所有事情的话 我不会想得特别特别绝望 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 我就有机会来养家糊口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 我就开始勤工俭学了 我大一的时候 我就在零点调查 就做访问员 然后就在那边 就一做那问卷 就在路上拦截访问 什么进别人家里去访问 一分问卷 得访问别人一个小时 因为我以前的话 我是一个社恐的 我就不太喜欢跟别人交流的 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蛮大的 大一 大一 然后经常有时候的话 因为那时候小姑娘 18岁 然后有时候不是要录户访问 就去别人家里 超门 其实进去以后 有时候也蛮害怕的 因为突然发现一个 你进去以后才发现 他们家只有一个人 而且是个壮汉 后面的话 就还介绍好多同学 做我的下线 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话 就是有5%的 还10%的抽成 就比如说他们赚50块钱 我就能从他们身上 赚个5块钱 10块钱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 我学会了做生意 你知道以前用电话卡 IC电话卡 所以我就会 比如说去一个地方 就批发电话卡 比如说20块钱电话卡 但我在那批发的话 批发10张 可能是每一张15块钱 然后就放到寝室 放我们那个学校去卖 那你这里有 你就18块钱 就卖给他们 就可以赚3块钱 到了大级 你开始 不仅把你的 欠的学费还清了 还不用家里 任何一分钱 我从大一开始 就没有用 大一下学期开始 我就没问家里 要任何一分钱 都自己 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我爸 偶尔会跟我打电话 就说女人怎么样 你需不需要要钱 其实那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很穷 很穷了 那我会想几秒钟 然后很笃定地跟着说 我说爸不用 我现在生活很好 我赚了很多钱 我说你不用 你再给我钱了 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 就所有的 就是难的事情 我可能自己会消化 但我不会去 去把这些 去分享给家人 或者说朋友 因为我觉得 解决不了我任何的 实质的问题 那你毕业的时候 好找工作吗 大学毕业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找工作 比较难 你知道吗 在03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话 我不是在零点当访员吗 那时候我们的督导 就是普通职员 应该一个月 有2000多块钱 不到3000块钱 那我那时候的梦想 就是说如果我毕业 能在这个零点公司 找到一份督导的工作 一个月能赚3000块钱 那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那当时我第一份工作的话 在一个小的公司里面 因为你当时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你对职位 对薪水没有那么高要求 我好像记得是1000多块钱吧 就刚毕业的小朋友的话 特别容易迷失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开窍 他不知道怎么干活 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而且在做的时候 就是因为领导老批评你嘛 因为你每做 每件事情都是错的 然后你又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 所以那段时间的话 就经常会做噩梦 经常做噩梦 每天都是被领导给骂 骂哭了 然后再醒来 我入职场也是 每天晚上都梦见领导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这样的人 特别在意领导的评价 当时吧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好像 那个领导 现在你让我画头都能画出来 就是他出现在我的梦里 整整一年 对 我一想到上班 我就开始哆嗦 因为主要我后面 就是说学会了 或者说自己长大以后 然后自己做领导以后 我会发现 就是说领导骂你说你 是给你机会 如果反而就那种 就不告诉你哪错了 直接把你开掉 那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没有成长 你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你留在北京的时候 你当时 就是在这个状态 刚入职场头几年 在对比 今天上午咱俩去看你那个 乐华大厦 开工典礼 这种很悬殊的对比 你不觉得 像在做梦是吧 我在想到底是杜华很厉害 还是这个时代很厉害 还是他刚刚好一切都对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是时代成就了我吧 那我只不过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选择一个好的赛道 然后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正好这个行业又起来了 我觉得是机会 缺一不可 对缺一不可 其实实际上我在 从毕业到 我的另外一份正式的工作 应该是我在华有试剂 刚毕业的那一两年的话 其实我自己啊 住的是地下室 因为那时候一个月的话 大概是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 那我就跟别人合租的嘛 那每个人的话大概是五百块钱 然后就是还有公交车成本 所以我的每天的饭就没有那么多钱嘛 所以我那时候的话就一般的话 就每天下面焖饭 买了个电饭锅 上面就鸡蛋羹 鸡蛋羹然后下面是焖饭 因为省事儿 鸡蛋羹 然后再搞点获点酱油 一年基本上就那样的 那时候觉得苦吗 不觉得 那你说在华有试剂 你开始开窍了 对 咱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2004年去的 那时候我已经很厉害了 那时候我是猎头挖过去的 所以我就觉得像在做梦啊 我觉得猎头是不是忽悠我啊 而且给了我一个巨高的工资 你过去做什么呢 做品牌宣传和公关 对 那时候的话把我挖过去了 然后我们领导可能觉得我还比较拼吧 而且我那个座位啊 在那个公司的座位特别的好 好在哪 前面是CEO 左边是副总裁 右边是副总裁 按照 我的座位就是在他门口嘛 嗯 那每天的话 我当然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自我驱动力很强的人 比如说老板不走 我肯定不走 其实到了后期以后 其实我每天的工作 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我就是那种最主动的 我就会老板 你看我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你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工作 这个工作我想试一下 你看能不能给我机会 我是自己会主动去跟老板去说的 我真的是做的还蛮好的 所以每年的话老板都会帮我加薪水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嗯 结果呢 结果我就后来就结婚了 然后就去生孩子了 回来 我是生过孩子第28天 就29天 第29天的时候我去上班 就结果就听到一个噩号 就公司被卖了 我是当天早上9点钟去上的班 大概我在11点12点钟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跟我打电话说 诶你来上班啊 你知道你们公司被办了吗 我说啊我不知道 而且生完28天还想积极的去上班 对对对 你好拼啊 我超级的拼 拼到什么程度啊 我在生孩子的那一天 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前 我们老板跟我打电话 我说这样 你等我两三个小时 我先要生孩子 等我生完孩子以后 我跟你回过去 都是那种